我覺得除了看比賽當下之外 跟著聊天室一起聊聊天也算是還蠻不錯的 其實也是一大樂趣 這也算是一個直播行業能夠興起 對於整個世界產業影響蠻大的一個關鍵 剛剛BAN閃的有點快 好像還來不及看到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有 都是術士 對 互相都BAN掉對方的術士 不過我們看到其他這個對戰來講 雙方帶的牌組也跟其他的選手 玩家帶的比較不太一樣 就是Frozen這邊帶了一個比較罕見的控制法 然後Omeda Dero這邊算是也是比較少玩家選擇的愚人勝 剛好就在我們第一場的賽事當中遇到 第一場就直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個控制法的話我覺得 他現在來講就是所謂的抽牌能力會稍微比較弱一些些 對 因為你為了 因為他是一個大法術的系統 是 所以你會捨棄掉密法制體 嗯 但是Frozen他還是有配到 對 他就是 等於說最低法術就是 因為他少了說像以往的比較多 低費的抽牌 抽牌咒语或法術 他甚至連 就是 那叫做 雕紋也沒有放 雕紋都 對 雕紋都沒有放 對 因為你要確保他最右邊那張火龍之怒 對 火龍之怒打到傷害是比較高 火龍之怒 最低的傷害等於說就是 三費的秘密跟密法之力就是 那這邊抽到一個四者的結像 其實這次比賽當中 他另外一位選手也有帶控制法 就是 德國的Sintoro 那他昨天是以小組第一進行 是 那甚至Purple對到他的時候 他還直接把他的控制法給ban掉 直接ban掉控制法 所以這個控制法還ban掉 就是少數的狀況就是 好這邊可以看到 其實在雙方選手都知道 對方牌組的情況下 我們應該知道對方其實是 沒有低費的AE 因為並沒有火山藥水這種東西 他接下來最快會有的AE法術 就是到五費的火龍之怒 火龍之怒 那這個我們還沒辦法 因為是最多四費的 而且他下額可以接出 隊長或是大恐龍 對 下額我看起來 他應該直接接出大恐龍 然後來讓他的大恐龍有機會 不管是 最理想應該是聖盾 對 聖盾可以防AOE 那瘋路或加攻都是打更多傷害 是 那這個應該毫無疑問是大恐龍 看一下聖盾或瘋路都還蠻不錯的 有聖盾最好 哇 有聖盾的情況下 這邊Rosen要解決會變得非常的困難 但他也沒辦法 應該 除非他的禁牌是 有更好選擇 不然我認為他還是要先打一張火龍之怒 就是連續硬幣AE 硬幣AE這樣 對 硬幣AE然後連續兩發AE 那但是希望 這一發其實重要的是大恐龍 對 希望可以把大恐龍燒掉 希望可以把大恐龍燒掉 燒掉的話會 好 就再少扣一點點 對 那他 骰到6點可以把大恐龍打掉 對 那其實以他硬幣跳這個AE的情況下 Omega Zero應該也可以預料到說 欸 呃 對方應該手上就是有第二發AE了 因為其實 額外的AE法術 五費AE就只有另外一張火龍之怒 火龍之怒 對 所以 但他這邊的話一定還是會嚇隊長 因為沒有一個好的防範方法 或是把傷害直接打上去 對 既然沒有辦法防就乾脆直接把隊長下出來 造成的傷害其實非常多 對 霍倫現在只剩下兩滴血而已 對 也就是說對方下一回火龍之怒全解完之後 自己 而且他已經幸運的選召一眼還眼 他要想辦法造成 把對方打到剩一滴血的話 基本上他也是 接近獲勝這樣子 對 好 這邊應該是直接5加5 做一個5加1 好 5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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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給對方壓力來到最大的情況 霍倫這邊 欸 抽到冰箱 可以報命 但他這邊 既然Omega Zero剛剛還沒有秀出他有武器 因為有武器就直接獲勝了 是 對 也許他在考慮可以打暴風雪 是 不過我剛剛在想的是這個 顯示他頭上 他剛剛不是開始蓋了冰箱 他一開始是冰箱已經被打破 對 所以那個顯示是有點問題 對 我跟想說 冰箱不是剛剛前面幾 欸 他蓋了冰箱 冰箱已經 冰箱我確定是 對 冰箱在前面就被打破 所以我只是先確認一下 我應該是沒有記錯 他就是這邊 喔好終於修正 我想說 因為 他看起來是手動打上去 然後就看起來是多打了一個秘密 Omega Zero的牌組有派起嗎 就是有 Omega Zero的牌組 我們立刻來看一下 他這一套是 沒有魂海盜的 沒有魂海盜的 所以沒有辦法控到一血 就是從集結作戰 控到一血 但其實這個對戰來講的話 其實Frozen他是有帶 一費一二可以補護甲的 所以他是有辦法可以對付 壓到一滴血之後 一眼彎的 而且還包含了像是 DK枕娜跟 對 其實他都是有些 額外回血的手段 就是 所以這邊 他是要決定 可是這個不會有衝鋒嗎 對 他的牌組配置是比較中速 他連神速都沒有帶 所以他是不是選擇 就破冰箱加天生技 F就好 甚至我覺得 對 對 你這集結作戰都破冰箱 因為其實 你還是要面對對方 有非常多波的AE 那你 交出去之後 你會沒有辦法 解決掉未來的狀況 對 因為下骨盒你有拔費法律 你其實可以做集結作戰加大恐龍 是 就是讓集結作戰拉出來 魚人吃到大恐龍之後 至少是聖盾或死神都會好很多 那這邊甚至是不是 考慮老鼠加 老鼠加兵 不好意思他只有7 他只有7可以直接打爆冰箱 這是他唯一可以全滅的 那下回合看能不能結練 我忘記住 那所以是 那應該就是 魚人看能不能拿到 聖盾 就像仙謙一樣 對 聖盾有死神奇怪 死神也不錯 沒有聖盾就拿死神 好死神 那Froren需要第二張冰箱 因為其實AE完之後 第二張冰箱 爆風雪也沒 爆風雪也不行 對 有第二張冰箱 那又還可以再撐一下 對 有抽到就還有機會 嗯 可是他要想的是 所以他這回一定要蓋冰箱 所以他應該是 烏鴉冰箱 然後學徒嗎 學徒要把 可以試著打掉 試著把他打開嗎 對 還是乾脆冰箱試著 然後 冰箱試著然後點點 點一下 冰箱試著點點的話就是 下一回合烈焰風暴完全清 然後希望他沒有武器這樣子 對 這應該是一個比較 比較好的方法 對 讓他有機會還 贏得比賽的方法 而且 其實 下一回合可以老鼠再烈焰風暴 對 尤其現在是 OmegaG4是一個滿台的狀態 對 出不了怪人 喔 他決定 那我蠻好奇是他決定下一回合在 老鼠 他決定下一回合在天生技加烈焰風暴 可是那為什麼不 這回合先點掉 然後下一回合老鼠加烈焰風暴 這樣你還有一個多的法力可以下老鼠 對 就是你 還可以防對方的武器 其實這樣感覺是有明顯的差異的對吧 你覺得嗎 對 因為這個老鼠 因為你知道他是滿台 滿台嗎 你下老鼠 對方不會有拉出任何東西 這個老鼠等於是多六血的情況 對 差很多了 所以你下一回合就是 老鼠加烈焰風暴 然後而且對方沒有任何死神怪的場面 絕對是直接防武器加防衝鋒怪 然後他也沒有衝鋒怪 但直接防武器就是很直接的想法 想法 那我們要去這邊應該要貼一個 貼一個王者祖父 對 應該是要貼王者 對 貼在一個大怪上面 就看他貼在哪一個 好 決定貼在最高攻擊力的 弩衝上 好 那我們 那 因為這個王者的關係 其實 讓弗倫這邊是沒有辦法翻盤的 就應該是 等一下這邊 他也沒有進到暴風雪 是 對 那沒辦法 那我們其實反過來講 剛才就算先解掉也是比較好 剛才其實 就是 先用四者去解掉 對 用四者去解掉 把那個死神打出來的話 這回合老鼠加烈焰風暴還是可以存活 但現在他這樣就變得沒辦法存活 就是 他這樣不是死嗎 對 我覺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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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也算是 驚天波怪 我覺得 這首應該 偏向是失誤才對 偏向是失誤 沒有在留下失誤 沒有在留下失誤 因為在自己已經接近死亡的情況下 能夠把對方的死 好 歡迎回來 HCT世界總決賽 我們現在進入到第二場的 第四組的第二場比賽 這邊是Omega Zero目前1比0 他的前一輪是用了他剛才的魚人勝 打敗了Frozen的控制法 那第二輪這邊 Frozen他拿了他的卡札木 Omega Zero拿了他的快攻德 他的卡札龍木 是 我剛剛看到Mazi被 就算周圍三關的一套牌組 對 這邊可以看到 其實Omega Zero當然起手 進了一張最不想進的派氣 沒錯 那這邊你會考慮 1加1給比較大一點的壓力嗎 還是就只下一支1 因為其實 通常有船長的情況下 當然會希望說硬幣跳船長 可是因為派氣在手上 對 這個時候可能不會去考慮硬幣跳船長 所以我覺得做1加1可以接受 因為下個回合 他還是可以再做一次同樣的1加1 然後三費接船長 是 所以這樣給的場面壓力應該比較大一點 也會比較大 那Frozen這邊的話 他起手算還不錯 他可以做光位元素加乘擊 加乘擊 看他馬上操作出來 對 這樣瞬間 其實 這種卡札目對上瘋狗的目標就是 把對方場面解乾淨其實就算是很大的優勢 對 而且其實一隻二三怪對上瘋狗的 在這個場面上來講 相當的難過這樣子 對 那這當然是 Omega Zero不容易看到的情況 那 他還是只能按照原定計畫下1加1 對 而且其實Frozen看到這樣的情況可以很明顯的看到說 對方手上應該是有 是有船長 對 甚至說他派遣在手上 對 沒錯 因為他沒有去下雞蛋糕嘛 所以他選擇下兩個1、2的海盜 就比較像是手上會有船長 好那這邊其實現在雙方打的都還蠻快的 這邊好像 這邊Frozen沒辦法 這個鞭翅要留著 對 應該是留著不管配後面的火箭或其他的火箭血法 這個第二個 第二個傳統其實開始給壓力還蠻大的 對 尤其是這個回合就算是破木龍也沒有辦法解草 還沒到龍火藥水的回合 對 對 而且其實Frozen是一般 Frozen也是卡札龍木 我記得他是有配到奧環的 對 他是卡札龍木配奧環 那像Mazi帶的是卡札龍木配縮小劇 其實現在一般比較少玩家帶縮小劇這樣的街場 比較少見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最主要是奧環比起來跟縮小劇解的生物類型差不多 但是奧環還有好處是可以各自使用 例如說像是他們兩套都有帶火箭師跟北劇 那環也可以直接搭配這座抽牌 我覺得環是特別厲害 對 而且他是一個零費的法術 對 零費法術也可以搭配不管是後面的佳機身 那奧琪那其實裸夏要來搭配天氣 點死一些小怪也是可以發揮的 但縮小劇就相對來講縮小用處非常的低 通常他們一定要搭在一起 對 一定要搭在一起才能發揮 好 那這邊Frozen不知道是不是有稍微算了一下傷害 然後再之後發覺可能要先補下這個血量 剛剛我們現在看嘛 現在場攻其實OmegaZ如果是11 假設加咆哮的話是加10 11加10 22 天生氣 對 那假設不吸血的話 他剛剛不吸血的話會剛好死於咆哮 就是22 不吸血會死於咆哮 所以他決定吸血防一手咆哮這樣子 雖然說這是一個很正確的打法 因為下回合就要打龍我藥水清場 所以幾乎可以確保說 只要對方不是下5 8 8的情況下 你都可以把對方的場面清空 只有咆哮加另外一張BUFF牌 嗯 但是他 但是本來你也防不了 你已經做到最佳的劫了 對 那看到OmegaZ這邊沒有做 應該可以讀得出來 你沒有咆哮 因為這邊就算是有咆哮 打10攻也覺得是會 對 絕對會交出去 對 他可以讀到 這個可以用在未來的回合可以使用 嗯 就是他知道現在你是沒有咆哮 那這邊其實還在算一下 假如說他不繼續下怪的情況下 到底對方沒有任何東西 他是不是打死對方 因為剛剛算過對方 這時候 我們剛剛有場面是11嘛 也就是說他什麼都不下的話 其實對方 就算沒有任何的 沒做任何事情 你其實也打不起來 對 所以他剛剛下了一個E3 多下了一個E3 我在想說多下個E3 他也許是算說有加加可以打穿 但好像沒有下那隻E3 有加加也是可以打穿就是 他可能在考量點就是 如果你這邊有龍火藥水的話 我有沒有多留這個E3 似乎差距不到 是 好 那這邊 應該蠻直觀是卡札 那卡札只是要找幾費而已 這邊找1費的話 也 就算是打3打2 也沒有辦法全解 所以 所以平常是找5費 下一回再用 對 下一回不管是 找5費的A1 A1可能是首選 對 A1覺得是首選 那再來復活可能也不錯 對 就是復活來做反場 A1復活 然後 抽牌 護甲聽起來比較不太好 對 感覺是 對 A1復活抽牌 因為其他現在完全手牌 好像並沒有太適合的法術 我們看他也很糾結於 到底是要拿1還是拿5 對 最後他就選擇拿5 有復活跟抽牌 這兩個都很不錯 那 他剛才有死過 我想想看 有A1 有A1 那應該是會拿1 只是忘記他不確定 他前面拿的是抽牌 是拿 復活 他前面死 他拿了抽牌 他拿了抽牌 這邊好像是差了一點 但應該還是要 毫無疑問會使用 對 這邊 場攻是4 然後加8 加1 對 48 13 然後這邊應該會把卡德克斯解掉 因為可以防打4的AOE 其實好像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解 因為其實 你把他弄到剩下 可是他如果有 這邊有點難 因為你保那隻 交友 交友是一攻怪 對一攻怪 其實保的意義好像不是那麼大 所以也許送到臉上 可是送到臉上的話 Frozen有AOE補血 你再進咆哮也只能再打3 也還是不夠 那假如解掉你再進咆哮的話 解掉再進咆哮 對方說6滴血也是不夠 也是不夠 對也是不夠 所以都不夠 那就打臉上算 那就打臉上算 搞不好他沒有AOE 對啊 對 這個看抽到什麼 來決定說 是不是 欸 可是這回合不能使用 可是這回合不能使用 那這樣是不是應該選擇 天生技制 應該是天生技會比普通好一點 因為可以防一張咆哮 對 雖然說是十九分之一 但可以考慮防一下 可是他這時候也在思考另外一個點是 要是 他下一回鋪怪之後 可是他下一回鋪怪他其實就直接 他會怕還有兩張活體法力 會比較怕活體法力 現在手上是沒有AOE的 所以也許下苦痛去招牌 也是可以 因為咆哮剩一張 可是活體法力還有兩張 對這樣說起來其實 活體法力 反正活體法力好像比較合理一點 那如果是這個奴蟲的話 他是可以 奴蟲或多多者他都OK 因為他可以直接變 就直接DK 然後8滴血就變得非常安全 雖然接下來不能再補血 但其實也不需要 還是他 還是你覺得他甚至考慮 他這邊可以8甲 可以補死血 對 對 所以應該是夠用 應該是沒有考慮 留著 就是用死 然後下 木光飛龍加死 你覺得有考慮嗎 木光飛龍加死 好像也可以 但是 就等於說只是保留了 但是這樣的話 你沒有辦法 你死學家沒有辦法觸發 因為你很會需要這個死學家 去找破木龍出來 嗯 像現在他就是這樣 對對對 像現在需要死學家來找破木龍 或者是 其實原始飛龍也可以 然後他先看一張自己派貨 反正還有破木龍 有 喔 這樣他血量好像也稍微可以拉回來 那是不是還是應該先死學家先找 再決定 對 可是他假如沒找到直接什麼 費倫加補血 費倫加補血 費倫加補血是 喔 那他這樣就是 不打算 破木龍 這樣是死學家少了 少了一張原始飛龍去 可是他直接抽牌 他牌組也是有原始飛龍 嗯 但是假如他這樣死學家沒有找到破木龍的話 他的血量好像有點補太回來對不對 他變成只能補5滴血 呃 不過其實 他現在是7 補了5滴血是12 對方闖光是14 15 加天氣是15 喔加天氣是15 那假如費倫補血的話 其實只有補8滴也是不夠 對 所以那他應該是就破木龍丟下去 呃就死學家丟下去 費倫加補血他是17 還沒死 喔對費倫加補血 對他 欸 他就這樣等 好 所以他不去 不去買這個 死學家的機會 那歐美加補血 那歐美加補血只要有任何的buff牌就獲勝了 剛剛好嗎 欸 因為你剛剛說15啊 但是他這樣子 喔但是 但是這個buff 差 這個buff剛好是會讓他差1的buff 對 不好意思 他沒有那個天氣 可以使用 那你覺得是要把他打到剩一滴血 還是 我覺得 等一下 他現在 天氣是13嘛 這樣打的就是14嘛 對不對 這樣打到剩一滴血 我覺得打到剩一滴血 這樣打到剩一滴血應該是比較好一點 絕對是合理的 對 因為這樣就是對方因為已經變身過他沒有補血的話 只要 只要還能用天氣打一滴也會贏 你這邊再去解費倫茲還是給弗倫太多時間 絕對不可能解費倫這是確定的 那只是說有沒有可能說 因為其實我們也沒有額外的衝鋒怪 那當然就是直接多打兩滴 對 因為不然未來的回合很有可能再也沒有那個 喔不過他補血來了 可是補血來了 還是沒有解決到場上這一大堆東西 就是 但是還是有破木龍的機會 還是有原始飛龍的機會 拉札來了也點得死嗎 應該點不死嗎 對 當然不太可能 正常的 欸 拉札來會不會點死啊 好像可以欸 好像接近欸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 正常的 因為場面上是7攻嘛對不對 對啊 正常是20嘛 那對不對20加7是27 然後再加還有3張牌應該是夠吧 對因為他可以打環 然後還可以打 還可以打死 還可以打 對對對 所以說27 然後再加兩張牌 應該是再加8 35滴血 好 否則完成了一個神奇的反殺 欸可是他怎麼沒有動呢 對 操作要快一點 所以這是剛好 那我現在非常擔心他操作不完 應該是有操 其實這個燒線會再久一點點 好像是因為觀察者視角的關係 對 他表情稍後一口氣應該是有完成的 應該是有完成的 因為他這個線沒有炸開 對 所以他有成功完成擊殺 好 那攻擊Frozen非常驚險的將比分頒平 嗯 所以這邊 其實前一回下 費羅反而反殺 好像 說不定也是他原來有考慮到的點 對 有可能他考慮到 如果我禁拉扎 因為Omega只有不可能去解 我不管 對基本上不可能被解嘛 所以就是他也買了下一張那個 那我們剛才講說假設直接 好那歡迎回來 CT世界總決賽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第四組 這邊 Omega Zero跟Frozen的對戰 目前來到1比1的平手 剛才前一輪的話是Frozen以他最後卡札木 最後驚險 一血反殺 一血反殺 相當精彩 好那這邊現在第三場 Frozen拿出的是他的控制法 Omega Zero這邊拿的是他的卡札木 其實老實說我對這個對戰並不是太熟悉 因為相對來講 我在天地上遇到控制法的比率非常的低 控制法比較像是最近才新興的 新起的比賽牌制 所以你覺得控制法到底打哪些職業 或是哪些對戰會有比較多的優勢呢 我覺得他打到像是 打到賊我覺得他還ok 打到賊是ok的 打到一些快攻牌組 應該都算 因為有AOE很多 所以算是有一定的優勢 那如果遇到比較主流的 速勢的話是最難打的 速勢難打 障帶都會ban速勢 那遇到剩下兩個翠玉德跟 翠玉德跟卡札木的話 因為你有配置646 然後打牧師有老鼠 其實還是有一定的勝利 是 然後因為有冰箱跟DK 是都還有機會再吸回來之類的 不過其實基本上準時580 大概是有點困難就是 像昨天我們有看到這樣的一場對戰 就是控制法打卡札木 那是Purple打Sintoro的時候 那Purple他的DK一直沒有來 DK一直沒有來 對到我記得是第29章才來吧 對 所以就讓Sintoro看起來非常輕鬆的就打贏了 好這邊可以看到的是Frozen 他這場的起手好像稍微順一點 我覺得其實就是能夠進秘法學家會好很多 就是能夠讓前期不會只能按天生機這樣一直空過 對 能夠有一隻223褲場 對 後面把你的秘密抽起來 也讓你火龍之怒發揮更好一點 對 雖然這個對戰你不太需要 嗯哼 好那這邊現在來到Mega Zero 他其實手牌有一點點卡 他 感覺上應該是 是不是先直接自殺 他選擇要寶怪 然後下一個寫法 我以為他會直接下聖夜慕斯 那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打法 因為這個對戰你其實不需要聖夜慕斯的效果 對 感覺上 那他只是考量到說 他到底是想要先把牌抽起來 還是先造成現在檯面上的壓力就是 但我覺得其實這個對戰來講 生物能夠對靶石造成的壓力其實好像太小了對不對 就相對來說其實是很需要靠5-8才打得穿 比較難 要用生物 你前期你摸到多少傷害是多少傷害 是 Omega Zero這套是有帶縮小藥水的 他是有縮小劇combo的 是比較罕金 因為他是正統卡札木 可是還是放了這個縮小劇 那所以相對來說他就是沒有帶奧緩的那一種 他連卡巴都帶上 所以抽牌的能力跟一般的卡札木比起來稍微差一點點 對 所以他帶縮小劇 所以他就縮小還可以多配個卡巴這樣 不過相對來講的話他其實 對 他當然是 好 好 這邊 開始變成 有點會 斷牌 他就是要等他的DK 那Frozen這邊的話 他兩張很重要的牌 紅龍跟DK都已經在手上了 對 其實這個對戰 Frozen是越早變身應該會好很多對不對 然後包含這個E-Fail元素 在後期也可以補上不少的護甲 有時候也會是一個關鍵所在 是 好 那這邊 Omega Zero當然就是等他的巴費DK越早來的話當然越好 好 這邊冰甲 有需要拿嗎 還是 是 其實我覺得認真可以考慮這邊可以拿出 但是 到後期的話 冰甲 假設你DK來也算是一發子彈 額外的一張子彈 或者說 他 他其實是沒有拍賣師的 Omega Zero這套是沒有拍賣師沒有來啦 就是非常罕見 可能是因為他放了卡巴的關係吧 對 他變得比較偏像是走生物的控制 比較偏反快攻一點吧 他的版本有點像是 他是有帶抽牌魚的 對 有他自己的想法在 所以抽牌魚其實是也有機會可以發揮到一些效果 就是 抽牌魚例如說打到 內戰 內戰有時候可以抱到對方的牌 或是打到其他的控制類型 甚至是打 就算是打到翠玉的 當對方終極瘟疫之類 之後的時候也都有機會額外的抽牌 好 他直接把他乘擊 額外多抽一張牌 這邊乘擊多抽一張牌應該也是可以 因為他真的很需要DK 對 因為其實沒有DK其實 其實就基本上是打不太贏 那弗倫這邊就準時變身 對 弗倫先變身 而且其實自己乘擊留著 也可能不見得能夠等到搭配費輪 畢竟對方也是有帶 在魂 魂屍者 欸 怎麼叫做 對 潛伏的魂屍者 潛伏的魂屍者 對 那這邊其實Omega ZERO 他 當然關鍵是沒有來DK的情況下 就變得有點尷尬 那他是不是甚至 可能苦痛要考慮先 先自殺了嗎 甚至可以打一個縮小要素 對 可是 可是縮小其實是減三 他也沒有辦法 因此 也沒辦法再DK這回合再拿到另外一張牌 所以他就乾脆痛掉這個水元素 我在想說他的436 就是聖夜牧師是要留著做後期的 我覺得是可以解除 但他可能想要留著當子彈吧 當子彈嗎 或是 或是當 生物者 不太覺得 因為其實聖夜牧師在現在這個彩面 確實是可以給一些 台面上的壓力 可以消去一些Flozen的護角 其實是蠻關鍵的 那 這邊居然也是 因為他知道Omega ZERO這邊是沒有DK的 所以就切斷了你的抽牌 所以其實也沒有什麼另外的變陽的目標 因為其實這邊 喔 這邊有抽牌員 那應該是會先抽 對 因為趕快抽了 雖然說他抽到DK還不能馬上打 但 至少還是趕快去找 這樣找到的話好像還有點 以打到目前為止 MUTING你覺得 以現在雙方手白來看哪邊 有比較大一點點的優勢嗎 我還是覺得Flozen的優勢比較大 因為DK 他法師DK給的壓力其實也是很大的 嗯 而且他已經準時 已經變完了就是 而且他血量還非常的多 因為他有各種方式可以去製造水元素 那你牧師的解牌製造會用完 嗯 然後你不 牧師假設一次把這些水元素解掉 或是尖效之類的話 其實沒有辦法讓對方停止回血 對 然後Flozen的血量 又在一個很舒服的 嗯 現在是 現在這回合打了之後可以來到 呃 40血 是 然後我們除非 OmGD他這邊當然也是有光輝元素 然後有縮小 也就是說 他假設光輝元素加廢輪 然後加震爆的話 就是24 28 32 可是其實 對 然後先把護甲打掉 尤其他剛剛為了找牌 把成績都交掉了 嗯 因為活生生少了8點傷害 對 外掃牌 而且再加上對方 假如已經掛冰箱的情況下 就算你是把冰箱打開 對方很容易又再回到 例如說6或9 甚至更多些 你把兩個 這段很多時候會是 你把兩個冰箱打開之後 呃 你好不容易解開冰箱 其實 解完之後下一回 基本上你檯面會被清空 然後對方又會再細出不少血 或者甚至 要嘛你說的是紅龍 或者是那個 那這邊他要想辦法拉廢輪 沒有拉到廢輪 其實這邊看起來 我們剛剛也是有在考慮 要防這個老鼠 對 像 也許他前面聖夜牧師 一直不出的考量點 就是在 就是在防老鼠 這樣一講的話 其實就合理了 就是我們一開始在想說 欸 到底為什麼不出聖夜牧師 現在回過頭來看 喔 原來是這樣子 其實還是有他的考量在 嗯 好 那這邊 我們這邊Frozen也沒有選擇 再繼續做抽牌 他覺得他手牌應該已經足夠 就是每一回合光靠 想辦法生最多的水元素 然後隕石可以去解決掉 基本上可以解決掉 牧師所有的生物 所以他這邊要縮小巨先打一發 然後 想辦法先把護甲消除掉 對 那Frozen這套其實是帶雙老鼠的 所以也許他還會在 在就是保持這個空檯面 對 讓Frozen並不那麼容易好製造 所謂的 額外的水元素 好 這邊有點尷尬了 就是 就是直接牌 確實都不太能出 你也不太想抽牌 嗯...你也不太對 不太想抽牌 那有四張A1 基本上是也不太能空丟的 唯一能下的拼上是紅龍 可是紅龍就像剛才Muting有提到說 他有可能是要最後拿來做自補 你覺得這邊有考慮拿紅龍噴對方臉嗎 如果你的剛剛的場上 還有水元素還在的話 我覺得可以考慮紅龍直接噴臉 但是 現在場上沒有怪 我覺得 單就紅龍噴臉來說 給壓力太小了 所以就覺得紅龍還是留著 當作防禦面的牌 對 因為畢竟 你也不要抽牌 因為你一抽牌的話 你接近皮靠你的冰箱就會越沒用 對 所以 我喜歡佛整這樣的打法 就是密法智力留在手上當廢牌 然後我有額外很多補血的手段 例如說 1 2的元素 然後紅龍也可以當作最後期的大補血 這樣子 沒錯 你也真的不需要那麼多AOE 而且 龍火之怒 到最後期的時候其實是會沒有用 對 因為你到最後牌子裡面只有沒有法術 可以去觸發他的效果 是 那這邊他是不是 他好像有在考慮直接要1加7的樣子 甚至是兩個1然後7 這樣可以補14血 可是補了這麼多血 他其實是不是希望 是在 因為 因為其實護甲現在上跟接近殘血的時候上的效益 好像是不太一樣 就是 但護甲都是固定的護甲 會固定住 所以現在打的話 之後假設 搞不好他需要去解 就是對方如果用廢輪破冰箱 那他可能就沒有辦法 在解掉廢輪的同時再去回護甲 這樣法力上可能會不夠 對 法力可能會不夠 所以他先把護甲補上來我覺得是還OK的 嗯 好 那現在這邊 Frozen這邊 傳送門叫出來的怪其實算是 算是厲害的 可是當然影響好像也沒有到這麼大 沒有沒有到很大 因為牧師內有很多的AOE 對 那我們可以看 我們可以試的算一下Omega只有 如果他 他光用元素應該還沒有用掉 對 所以如果他近的話 傷害不是 但他等於說這回合可能就是 應該是解1 2然後 然後 會有32D嗎 32D是嗎 假設進光會元素當然就是 光會元素加 假設法術都能夠全焦的話就是 呃 加光元素就是24然後123 就是再加12 24再加12就是36 36 OK 全部都可以用的情況下是36 好 但他焦了這個就變成再少4就是 喔 他沒有要打龍頭 他覺得要露 欸 欸 他決定要 他還是要打龍頭 那這樣他就是 欸 他是不是這樣算是少打1滴嗎 他那隻怪我打吧 有打臉 他這樣等於是少打1滴然後賺了6點護甲 因為我們想法是那個1 2可以直接先自殺 直接自殺 然後再打龍頭 他可能覺得6點護甲比1點傷害 我覺得還 應該還OK 因為 他現在是塞在一個廢輪是可以擊殺的數字32 對 就32跟31的差距並沒有那麼大 對 這可能是剛剛他思考後考量 沒有去多打那一點傷害的 剛才在想說他假設留著那個他也可以類似把對方的26抓過來然後養大一拳 痛打一拳之類的 對 但是他這樣子他還要 欸他最後還可以沈沒掉就死了 對 不過那個好像有點不太實際 對不太實際 那只要把子彈留給廢惹 對應該是剛剛把子彈留給廢惹 因為這樣對方有冰箱的情況下其實是 就是你要想好你的二三段攻擊 就是在破完冰箱之後 你還要有能夠持續的輸出 老鼠又來了 現在是三分之一 那這邊一定會拉 那這邊為什麼選擇 他不拉嗎 那他剛才就沒有要拉了 其實我覺得可以拉 因為Omega Zero有的怪 他是不太會想要去出的 對 例如說這個卡巴好像也不一定要出 像現在這個卡巴其實看起來很誘人可以出 但說真的出了好像也就是多打那兩點傷害 卡巴那兩點傷害 而且多了卡巴之後 可是其實Frozen他自己出怪 就變成是讓Omega Zero可能要做回應 可是你拿怪去回應怪的情況下 就反而會被對方來拉 例如說拉怪加AE 那這樣應該遊戲就結束 遊戲結束了 遊戲結束正式結束 好 好 那隕石 他是不是甚至想要考慮E加隕石 還是沒必要 E7好像留著也無所謂 E留著我覺得也無所謂 對 I must decide E加隕石 好像E還是可以留 不過E加隕石已經大概E能夠發揮最大的法力 就差不多是隕石 通常你就是只搭配個大法術 對啊 所以直接打我覺得 那他真的可以多下5 他可以先 這個點一下 假設對方也是拿 你應該不要把他點成4滴血吧 我想說的是假設對方也是拿4-4打你2-6 那這樣子 他是一個集血鬼是3血 這樣子交換完之後其實就剩2血 你沒有機會例如說暴風血完再點或什麼 對 不過我們應該就這邊當然是可惜一點 但其實就算是剛剛早一回合丟出來 好像還是會 還是會被奶回來嘛 對 就算你前一回合進光火元素 光火元素加費輪 剛剛好破完冰箱之後會直接被 E費加隕石加再補一個冰箱 這樣等於是護甲來到10滴 然後檯面也是安全的 你要再破冰箱還是有他的難度這樣 對 其實這樣好像會可以再破一次 可以再破一次 然後被紅龍關 然後佛珍就會逼出他最後的紅龍 不過這樣好像有點難說 但以目前的狀況來講 Omega T4這樣應該就變成是 少了費輪 基本上已經沒有爆發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Omega T4也沒有萊拉 我覺得 主要是萊拉真的是小明說好 就是萊拉是一個關鍵 打這種控制台主的話 萊拉可以產生很多額外的傷害 對 這邊假設沒有萊拉的情況下 能夠 這邊直接沉沒 讓怪能夠踢到臉應該也是好的 對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讓卡巴 對 踢到4點傷害 是蠻多的 好 那這個回合應該是 1加6加 還是Frozen 上回合那點一下 是連沉沒都有算到 喔 他算好說被沉沒 然後他下一回合是交隕石來解怪 對 而不是交暴風雪解 不過他就是彈性的 對方怎麼 怎麼減 就是在做另外別種方式 就是 就還是可以自由地生出水元素 嗯哼 好 這邊Omega T4應該是已經要 彈盡圓決 因為 排骨只剩一張牌 然後他並沒有萊拉這種可以 額外產生 從 不是自己排骨中產生法術的生物 對 他的傷害就是剩下手上這些盤 嗯 那先解掉這個 先解掉這個 補血的元素 但其實有兩隻都會補血 一個是1 2 一個是 4 水元素也是會補血 但要不要乾脆打尖孝酸 呃 這邊 就相對來講 有點難了 因為其實爆發很明顯會不太夠 這回合打末日尖孝 他剩下14血 14血 下回合有機會破嗎 14底血的話 下一回合 感覺應該有一點點 例如說 光輝 然後加2張法術 光輝加3張法術 等於說是 4張牌 所以說4張牌 就10滴血 然後加震爆15滴 那這樣其實是可以 可以 可以 這好像是一個可行的大法 他選擇 先去 他這樣子 欸 喔 他選擇 他不想要讓佛倫再補血 那個1 2 對 因為那個是立即的補血 所以元素你還要 就是睡完一回合之後 才能再攻擊 不過這樣的話 手上牌假如死不能打的情況下 他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完成破冰箱的動作 對 這邊是不是老鼠會直接打 對 老鼠 因為你的末日 我也不需要教傾下解剎 對 然後 他只在想有沒有必要 喔 烏鴉會把牌拉 抽起來 所以基本上烏鴉也是廢牌 最後就不考慮 因為他就是一開始就是要打疲勞 對 而且其實 不過他現在疲勞 算是進度已經領先蠻多的 因為 對 因為剛剛尖笑起來 最後一張居然是卡達克斯 卡達克斯 卡達克斯好像還有 有一點點機會 這回可以破冰箱 但 其實也不行 因為其實兩張死都不能用 應該是要全力找死費 對 全力找死費去打頭 復活吧 抽牌沒用 沒有打八 他最希望看到的是打八 對 最希望是八點傷害的話是有額外一些 就是看變陽跟護甲 其實都沒有太大的元素 他選擇拿護甲 因為他自己已經進入到疲勞了 好 那這邊應該是 其實弗洛倫現在很怕 因為他知道 Omega只有會追求 但是就是 空打十費的話 其實也沒有辦法破冰箱 所以應該算是蠻聰傲的 只是還是要 因為這基本上是穩贏局了 空打十費其實是可以破冰箱的啊 就是 假設八點傷害就是 282 就是12 對 282 12 所以他有可能會破冰箱 有可能會破冰箱 但是還算是很從容 因為還是有第二個冰箱跟紅龍 對 是怕打十跟火山 打十跟火山 但其實壓力還蠻大的 三隻都有一點點弱 而且只要開始被吸血 大概就很難再打回來 很難再打回來 這個冰箱還沒有破 所以他剛剛製造那個水元素 還是必要的 喔對啊 製造水元素應該是必要的 因為他最怕的就是 打八跟那個火山 這有考慮 他就直接 4加2嘛 就是水元素就要天生技 可是這樣就留一隻螃蟹 但好像還好 還可以 因為他自己也還沒有到皮喔 對 好 我沒看到他這樣應該 我沒看到這邊還是有一點點機會是 喔不太行 因為水元素越吸越多 我剛剛在想 是不是 不過其實 那時候不叫尖銷 對方也是血量跟護甲都會越疊越多 對 只要有一隻水元素在場上 就變成你勢必要去教一些法術來做結場 他可能要希望說有沒有辦法 讓對方 血量有點低 然後他又可以把他打到剛好一滴血 但其實他有一點點困難 剛好讓他皮老師 但是現在做沒有廢倫的情況下 真的很難做到這件事情 對 而且水元素只要有第一隻之後 你後面就會開始越來越難解 第一隻你可能還算會可以衝容 例如說 一開始他痛就痛就解掉 對 可是越後面的 開始牧師的解牌就會顯得 越來越不夠 雖然 Omega之后這邊血量還算多 可是他已經完全沒有額外的子彈 加上兩張死 基本上 都已經是死牌了 他中間縮小距也用掉了 對 所以沒辦法 他決定要直接交掉來讓 他應該投降了吧 好像還沒有 還沒有 他應該是想辦法 把讓對方的水元素拉到數量最低 這裡有什麼東西 可以再生水元素嗎 像沒辦法 但就Frozen來說 他如果有好好記牌的話 一張是零四角的牌 然後一張是死 對 一張是零四角的牌 一張是死 他如果好好記牌的話 他應該 知道一張是死 那可是其實這樣說起來 Frozen他一回合補三 Omega之又一回合只打二而已 直接就還打不穿了 就什麼事都不做就打不穿 真的是跟不上 對 就算他多出了一隻怪 讓對方死 其實也不過是從打三變打四 就是 多那一發而已 那也就是說 Omega之又要等到 Frozen也接近疲勞才能夠 因為Omega之 Frozen也是在湊兩張之後 就開始會疲勞扣血了 但是Frozen這邊的話 他還有 他有這個水元素 一直在輸出補血 嗯 所以變成Omega之又 反而要回頭過來 他想要贏 反而要先把這個 傷害解掉 看有64 64應該是沒有影響 但其實Omega之又這邊看起來 其實自己的疲勞 好像有點 扣血 而且他這邊還不能 他還不能拚這個 所以他最後決定投降 嗯 好那這邊 恭喜Frozen 用他的控制法 擊敗了 我們來到Zero的卡薩木 這邊 宣啊 一開始 先輸為場 不過現在連拉兩盤回來 好歡迎回來 HCD世界總決賽 我是今天的主播小明 我是賽民MUTING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到達 現在進入到他們的第四戰 這邊Frozen是拿出他最賦的 翠玉德 然後對抗Omega ZERO這邊的快攻德 快攻德 這邊相比起來的話 其實 Omega ZERO應該是有一些優勢的嘛 因為相對來說 他的 Frozen他的翠玉德帶把 是比較 跟一般來講 是比較 要弱一... 欸我看一下 喔不好意思我說錯的是 事費的生物選擇 對 事費的生物選擇 對 事費的生物選擇來講的話 他是多帶了老師 這種 這種老師的話 有可能會被 當對手快要擠下之後 被對方忽略這樣子 對 就是 雖然說我們平常會說 好像又有一個嘲諷效果 但是 實際有嘲諷效果 還是鐵木牛的效果 對 沒錯 好那這邊可以 而且其實他們的血量也確實差 其實我覺得雙方 手牌都算是相當的不錯 對 不論這邊兩個跳費 而且可以接散播瘟 對 一邊是有跳費接散播瘟 一邊是持續加加做 一費怪之後一直buff 對 這邊甚至是不是可以考慮 直接連續buff兩次 這邊 對 因為 喔 應該還是buff兩次 buff兩次會好一點 因為下個回合你會預期 破證是有散播瘟 對 這邊是全部都打了 對 而且這個buff到 554544 就算被散播瘟疫完之後 其實要突破也並不是難死 對 而且這次都是 趴揮擊比較難 難你去直接解掉的血量 那這邊 就是撞掉 加 看起來應該撞加散播瘟疫 或者是他甚至有考慮 覺得他的巨獸會擋得住嗎 巨獸是直接死掉的 因為 因為咆哮你就死了 對 巨獸就死了 但散播瘟疫的話 至少是咆哮不會死 不論這邊也在思考 Omega G有到底 真的有那麼神嗎 而且其實他打瘟疫 加加完又咆哮 可是他其實打瘟疫 就真的是 這回合先散播瘟疫 下一回合再散播瘟疫加加加 就好像是 算安全很多了 不過真的就是有時候會想說 對方是不是 還有可能繼續撲怪 然後我就想要先 先鋸獸一下 但在有兩張的情況下 我覺得先打一張是高興的 但假如這邊真的反過來 假如只有一張散播瘟疫的話 就變得真的很難考慮 因為你會很希望說 你下一次的散播瘟疫 可以有 有比較多一點的怪獸 對 那這個回合 我們應該就覺得 他會再多下一隻嗎 應該還是會 對 在這邊的話 這個應該會撞 那只是到底要不要下這隻1 或是 我覺得可以下 因為 真的他要有兩張的機率偏低 對 下火瘟疫可以直接下龍龍 是 那這邊應該是 撞什麼 喔 還抽到那個 這邊應該也是6加1吧 6加1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說6應該是散播瘟疫 散播瘟疫 散播瘟疫加1.1 那只是要自殺在哪一隻怪上 對 只要自殺在哪個是他需要思考的 基本上應該不會打二血 因為其實你自己就會有一堆那個 對 你自己會有二血 所以他決定打在 呃 傷害最高 傷害最高 就是來讓自己 加完之後 二六對方也會只剩一滴血 這樣子 好 那這回變成要咆哮 變成要咆哮 對 其實咆哮完好像 只能剛好解光 欸 連解光都解不 欸 可以 剛好解光 然後下一個一二 可能應該是下一個一二劇毒 解光加下劇毒 四隻怪應該已經不得不用咆哮 其實再不用咆哮很有可能 被對方不管是憤怒揮擊 或是法術時都很容易 他的生物量會更少 跑效效益來得更低 其實也可以考慮一五嘲諷 因為他一個烏鴉 五三的烏鴉會變一血 嗯 跑效是勢必要嚼的 然後 不一定要去 其實 嘲諷也是可以考慮 這邊 有點 要看 我們一個要最後的選擇 要思考一下 他就是在思考這個 到底是要嘲諷還是要劇毒 好像 嘲諷寶 五一確實是也蠻不錯的 這邊 好像就直接 六零三了嗎 對 六零三了 然後下個可以直接中擊瘟疫 對 那這個中擊瘟疫打下來應該 這回有沒有 這回才進一張跑效有贏嗎 呃 有對不對 有有有 有贏嗎 欸 喔 贏了吧 應該是沒有算錯 六 對 六加六 小明鐵扣直斷 我沒看到只有真的進了第二張跑效 喔 活著搖搖搖頭 這個我看到 聊天室 我之前在那邊看聊天室講說什麼 負二代BS書籍 這是蠻貼切的形容詞 對蠻貼切的形容詞 那我就看到這個 對戰看來要勢必 要打到 這是今天其實難得的 就是2比2打到 前面都是3比0 對 我覺得也許 這麼快就會連續3比0直 或是好像 好像沒有那個 看得不夠夠贏 對看得不夠夠贏 那我 大家歡迎回來 CD世界總決賽 我是今天的主播小明 我的賽評Muting 好我們現在來到了最後一場 就是整個 晉級八強賽的最後一組 的最後一個對決 這邊現在來到了2比2 Frozen拿出他的 翠玉德對抗 Omeda Leroy的卡札木 這邊兩個牌組相比的話 其實一般來講的話 翠玉德應該是開的 開大一點 開的大不少 那當然還要看他的配置就是 但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Frozen他的配置 護甲上有少一點點嗎 護甲其實還是夠的 對 尋找出入 夏木之判都還是放 對 那相對來講我正在看說 他的老師跟他的 預連印記到底是 取代掉了什麼東西 可是他還多放了一張啟動這樣子 所以他基本上是沒有放那個 密法暴君就是 對他捨棄了密法暴君 所以他捨棄了一個 比較特別的tempo 然後改用自己的家家做 或類似生物反擊這樣之類的 對 好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我們剛剛知道的這邊 他的卡札木也跟一般的卡札木 不太一樣 就是剛剛提到說 他是沒有帶家機身 也沒有帶萊拉 所以說在打這種翠玉德 其實會更... 呃... 家機身可能影響比較小一點 但是少了萊拉這種額外法術的話 傷害可能會不夠 對 萊拉非常重要 那其實有Frozen看到 馬巴黎恩就直接留下來 嗯是 這個對戰相當重要 這對戰基本上就是 不見得萊拉要把牧師打死 但其實只要把牧師疲勞死就好了 然後不過其實這個對戰 爆牌魚可能也會有一些些的幫助對不對 就是有機會在對方 例如說中期瘟疫完之後再爆掉他這樣子 不知道小米有沒有印象 昨天Frozen也是這個對戰 是 對到Surrender的時候 在勝者組的時候 那時候 那場比較未一邊正在看 那場我覺得 中期都覺得Frozen好像是要贏定了 但是Surrender他是連續用 招出了八八跟十二蛇的大怪 對 連續的大怪 然後最後反而是用大怪 剛好傷害踢死了Frozen 因為Frozen他的想法就是一直打防守 對 他一直沒有給那個Surrender 一直沒有開始種菜就是 對 那就反而是 因為其實這個對戰來講 通常你不會預料到說 會有這麼多的大怪 因為卡札木其實通常唯一大怪就是一張廢輪 廢輪大概是最大的怪 或頂多平常前面可能有拉長 或是再多大概是例如說像是十倍的藥水這種東西 但相對來講那一場好像 就是Surrender 真的弄出了蠻多強大的神物這樣 Surrender有一回合萊拉非常的秀 是 那一位消去了非常多護甲 沒錯 不過America Zero的這套沒有來拉 所以Frozen如果要堅持他昨天的打法 應該是沒問題 今天的可行性會比昨天更高一些 嗯哼 那這裡你會覺得他就直接變身 然後開始跌了嗎 應該沒有疑 因為如果不變身 就可能要打尋找出路來抽牌 是但其實他好像也不那麼急著一定要先抽牌 基本上是護甲跌到爽就是 對 直接選毒 大概就是也不防這邊的瘋狂藥水 這邊也沒有到特別怕瘋狂藥水 那如果選毒的話就有機會把這個 3-5給解掉 對解掉3-5 而且還有機會壓制對手可能 接下來下的怪會卡手這樣子 就沒有辦法下出 例如說假設就算對方準時要拉閘 也是可以被換掉 所以他這個劇毒的選擇算是相當不錯 那這邊Omega Zero 這邊現在情況是沒5沒8 但反而對方的DK先來的情況下 他可能要開始甘心他的傷害來源 但Omega Zero 他的卡札木是多了一張卡巴 但其實這個卡巴好像影響也不太大 不太大 然後這邊選擇去用北俊抽一張牌 而不是下卡達克斯 這邊你會覺得是不是直接卡達克斯好一點 還是 那假設卡達克斯的話你會選擇想要 下 拿5費還是1費還是10費呢 以這個手牌的話 我覺得拿1費會比較好 拿1費 那你會希望還是要找抽牌 而不是搭配費輪還是 呃就是抽牌跟傷害這兩個 抽牌跟傷害 可是我想說假設 那以這個手牌來看 我覺得他接下來有點難抽牌 是你會覺得魚也要直接 因為假設不 我思考的點是魚可以直接丟 魚可以直接丟 就是你會留 所以說你最後1費可能就是留著大費輪 對最後一波這樣 最後那波傷害這樣子 OK好 這邊看起來 Flozen那邊有一點點斷牌 不過其實也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就是他反正兩張尋找輸入 可以不見得要兜加護甲 就是一張護甲一張抽牌這樣 其實也夠用 對 尤其他現在已經變成DK了 對已經變DK的情況下 其實每一回疊的三甲級算相當多了 好 這邊OmegaDepro 其實手牌來得非常多 但其實每5每8的情況下 會有點尷尬 他現在是9張牌 假設他這邊去拿一個5費的 是 騰了兩張牌 拿5費8張 下回合進來9張 就有點尷尬 他沒有辦法在準時tempo 把5費藥水丟出去 對 看來他 他還是選了5費 他還是選了5費 他覺得他手牌真的不夠理想 最理想應該是抽牌 其他就 好 結果沒有找到 第二個還不錯 有活2 有復活就還不錯 所以是A1加復活 這個狀況是不是甚至會考慮拿 他是不是甚至可以考慮把他自己的毒留著 因為其實他 Frozen看到對方一直解不到這是A1的毒 對 其實可以留著 那他是要 他選擇 他就不貪了 他就 對 就是 可能因為他下了紫羅蘭的關係 下了紫羅蘭會怕瘋狂藥水一點 嗯 怕瘋狂藥水 假如他選擇下紫羅蘭的話 對 對 那這邊現在 Omega Zero 手牌 來到 10張 也就是說他這回不能再做額外的抽牌 然後 然後而且他甚至還要想說 假如他想要抱對方的東西的話 就是他要在第9回的時候準備好 對方10回的終極瘋一完之後 他要打抽牌 那他在 在打抽牌魚的前面回合 就必須要先把手牌甩到稍微少一點點 他對還要騰出他的手牌空間 對 是 這有點尷尬的是他選了AE加復活 可是這個AE卻還解不掉紫羅蘭 他是要加成績嗎 假看也是要加成績 復活這兩個3-3 還可以 那想要直接靠 他這邊預言機有點像是在騰手牌 嗯有點像是在騰手牌 而且 你可以防對方的天生技直接咬掉 嗯 好 那這邊應該是拉了 喔 直接拉出陸虧 那應該也是 應該還是可以滋補吧 對 因為他現在他當然最理想是希望可以洗 可是這個法力不夠 可是這個對段其實就像提到 洗不洗好像影響是比較還好的 然後加上假設他沒有進到抽牌也許洗好像不見得那麼理想 可是他現在沒有終極文藝也沒有那個製補術 對 確實可以考慮留著 那這邊 大概 如果他 他不洗的話就是 可能要加一個法術師吧 開運文語叫做法術師 不然不加法術師就是天生技 我覺得天生技其實還好 可是天生技打臉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不過天生技打怪 他直接洗了加解 他就是戰場加解場 這邊還有想的話 要解掉哪一隻怪 因為其實 以防有回手的話 就是 對啊 假如說 假的被尖笑的話 狀況會不太一樣 這邊Omega Zero 手牌 是不是甚至還沒有辦法很好的解掉 入虧 對 就只能交沉默 可是我在想說他這個回合直接打抽牌於 當然他希望他的5%要早一點進手 可是他是不是更 在 某個層面來說 他這樣否正現在手牌這樣到8張嗎 也沒辦法直接打中極文藝 對也是不能直接打中極文藝 可是他還有另外一種 而且對方已經洗過翠玉種子進去 就是說 他原來還有另外一種期望說 剛好把對方的翠玉種子爆掉 可以爆掉 但現在既然沒有這個機會的話 他就也不做這樣的考量 尤其他真的是沒有其他更好的打法 甚至這邊連這個入虧都直接不解 畢竟對戰入虧影響應該是比較還好 不過有終極文藝都好像也可以繼續中 變成反過來說 好像他還是可以給一些壓力 變成弗洛倫這邊他可以種菜 然後 可以打631或者是天生技咬43 感覺天生技好像好一點 好一點 對啊 3應該是不擠 除非他真的很想要騰那個手牌空間 嗯 我覺得天生好像也不擠喔 我覺得這個對戰其實每一回天生技應該是比較好一些 尤其你現在 作用54血 喔對 確實是不擠 就一定是慢慢打 菜德一定不需要擔心 對 我沒感覺你的對手連到八回合結束 五跟八一個都還沒看到 是 甚至他不知道洗菜都還 也沒有到一定的 對 不一定要真的要去洗去 不一定要真的去汙染自己的排庫 對 不過我覺得洗菜還是不錯啊 就像 他 他 才昨天被那個什麼 被洗 就是被那種大怪打死 其實我覺得有 自己能夠檯面上 雖然有 自己檯面上一大堆大怪 唯一擔心點就是被尖笑完之後 你開始會 你會沒有抽牌法術之類 沒錯 但其實現在相對來說 PROXEN手上已經有兩張抽牌 有終極窩音加一張尋找出路 就是有彈性的狀況下 所以不用太擔心 我覺得不用太擔心 所以 剛才那個菜 我覺得洗的也 也無所謂 當然 要說怕 怕龍火藥水 我是覺得其實因為在路窺 能夠多洗菜進去 也沒什麼不好這樣子 對 就是額外產生的價值 對 我們看到Omega 他剛剛應該是在考慮要打 縮小加害 縮小加害 目前菜已經快要長到 縮小加害解不掉的程度 那你是不是鋸吧 還是 對 對對對 那就是鋸 所以縮小加 鋸完之後 差別是 對 因為其實縮小加鋸能夠解掉 就是武功嘛 那龍火其實也是類似 但是其實 檯面上剛剛有個 36嘲諷是龍火會勝下來 所以 龍火還是可以再留一陣子 嗯 然後封在這邊 解掉 嗯 他就解掉之後下一個 615 然後 甩下手牌 然後他決定 他決定 他決定讓牌庫中 不需要這麼多的 翠玉種子 對 他不需要 他體面還有 翠玉縮相 對 因為縮相裡頭應該是還有兩張吧 陸虧吸進去 陸虧吸進去 兩張 然後 對阿 裡頭就是剩兩張 他覺得兩張應該就已經 足夠讓他可以慢慢長 好 繼續先把爛手牌甩掉 那這個是他要直接中了嗎 看來是直接中 因為牌庫三是最後一張 好 繼續維持它按個天生計 天生計應該是一定要按的 那只是 剩下要做什麼就可以考慮一下 這邊 最後10張 還是5跟8都沒看到 繼續找 還是沒有 剩9張牌的情況下 沒有5沒有8 其實 這應該是尖效 尖效沒問題 但其實 對牧師來講 狗活 沒辦法獲勝 因為對方是有無限牌庫的翠玉的 對 他牌組也沒有646去 把翠玉魔相給殺掉 甚至 這邊好奇 我覺得這邊勝負接近一定 然後我只好奇問一下說 你覺得 另外題外的話就是問說 你覺得在646魂師的打翠玉德 勝負大概是如何 我覺得也沒有到多好打 你覺得沒有到好打嗎 因為基本上翠玉德 他還是可以把你拖到皮了對不對 他可以完全不靠種子 就是 直接 就自己也打定 不太抽牌就對了 對 因為我覺得 你放646跟你卡札木的組法 是有相違背的 就是我們是一個 快速要抽牌 去把combo完成的牌組 對 而且你還有 現在還有尖效這個 尖效就是反而會讓 不太可能拖到皮了這樣 你打到皮了你可能還是會輸 所以我自己是不喜歡在 卡札木裡面放646 好 對這點好像也確實是 也是一個考量點這樣子 好 就說實話 Omega只有這盤 他能做的事情 他能盡量做 就是 盡量快速的找到58 對 然後 把爆發留在手上 但是 好像快要撐不太住了嗎 所以這邊又下了一個 壓力最大 最不怕煎笑的阿雅 嗯 所以他決定 阿雅玩也不用再多中一顆 好 剩6張牌 沒58 我們看他一直在搖頭 非常無奈 對 打到賽末點 就是 事關能不能晉級8強 或是再更往後 畢竟 對啊 影響還蠻大 但看來 運氣不在這邊阿 今天真的運氣不在這邊阿 他兩盤卡札木都是 都是58很晚來這樣子 這邊直接空過了 這邊應該是甩手牌把55丟下去疊甲之類的吧 還是 還是繼續中 還是636 其實中一下好像也無所謂 因為在被尖嚇好像也無所謂 對 那我覺得是不是 他沒有要先出怪嗎 他就直接打buff 他覺得這兩個怪夠了 可是這兩個怪下一回也是擊殺不了 沒有他這邊可以咬臉 對 我是覺得疊甲是沒問題的阿 可是我只在想說有沒有必要就是 那就是多下怪 我知道小明也是 我也平常覺得可以再多下一隻怪之類的 不過看來這個 他要直接 我 好 五張 五張 還是沒有看到五跟八 他可以 譬如說 邪法沈默編刺 沈默我覺得好像也不太能 可是沈默不交也是等於死的 但是交了也就傷害很明顯不夠 其實就是他現在整部牌怎麼 就是整個抽起來傷害都打不穿 因為 真的是太慢來了 對 真的太慢來了 而且其實他手上爆發 假設我們就算已經五八完成了 他手上爆發是 全部打完是只能夠打 光輝加三張法術嘛 也就是五張牌 二加上 大概打掉一半的血 對一半的血而已 然後廢人被擠壓之後就等於投降 喔喔喔喔 好 終於來了 但這是不是直接 快死了 這邊 Frozen如果打 他現在是14 尋找出路 加攻是4攻 然後加灰擊加天氣 應該是直接帶走 對 沒錯 好 這邊 場攻13 尋找出路是加4 所以 手上是4加4加天氣3 11 11加13是剛剛好 好 恭喜Frozen 取得最後一張八強賽的能跳 是 好 所以這邊 結果是由 富二代擊敗了舒奇 喔不是啦 Frozen擊敗了Omega 他們恭喜Frozen順利競技八強 Omega當然就比較可惜了一點 這樣看起來 這次 中國選手 追 就是兩個中文選手 Jason競技 Jason競技 Omega被挑戰 好 那這邊 等一下應該是會有 所謂的 選手的 賽後訪問 看得出來 其實最後這邊 Frozen應該算是贏的 現在要咆哮 現在我們應該是要咆哮 對 其實咆哮王好像 只能 剛好 解光 欸 連解光都解光 可以 剛好解光 然後 下一個 可能應該是下一個 一二劇毒 解光加下劇毒 解光加下劇毒 四隻怪應該已經不得不用咆哮了 其實再不用咆哮很有可能 被對方不管是憤怒揮擊或是法術時都很容易 他的生物量會更少 咆哮效益來得更低 其實也可以考慮一五嘲諷 因為他一個烏鴉 五三的烏鴉會變一血 嗯 好笑是勢必要絞的 然後 不一定要去 其實 嘲諷也是可以考 這邊 有點 要看 Omega最後最後的選擇 要思考一下 他就是在思考這個 到底是要嘲諷還是要劇毒 好像 嘲諷寶 五一確實是也蠻不錯的 這邊 好像 就直接 六零三了嗎 對 六零三了 然後下一個可以直接 終極瘟疫 對 那這個終極瘟疫 打下來應該 這回有沒有 這回再進一張咆哮有贏嗎 呃 有對不對 有有有 有贏嗎 欸 喔 贏了吧 應該是沒有算說 六 對 六加六 小明鐵口子斷 我沒看到只有真的進了第二張咆哮 喔 活著搖搖頭 這個我看到聊天師 我 之前在那邊看聊天師講說什麼 負二代BS書籍 就是蠻貼切的形容詞 對蠻貼切的形容詞 那我就看到這個對戰看來要勢必 要打到 這是今天其實難得的 就是2比2打到 對 前面都是3比0 對 我覺得也許 這麼快又會連續3比0 直播上好像 好像沒有那個 看得不夠夠贏 對看得不夠夠贏 那我 好 大家歡迎回來 Frozen拿出他的翠德對抗Omeda Leroy的卡札木 這邊兩個牌組相比的話 其實一般來講的話 翠德應該是開的大不少 那當然還要看他的配置就是 但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Frozen他的配置護甲上有少一點點嗎 護甲其實還是夠的 對 適早出入想 想要考慮1加隕石 還是沒必要 17好像留著也無所謂 1留著我覺得也無所謂 你必須決定 1加隕石 好像1還是可以留 不過1加隕石已經大概 1能夠發揮最大的法力就差不多是隕石了 通常你就是只搭配一個大法術 對啊 所以直接打我覺得 那他真的可以多下5 喔他可以先 這個點一下 假設對方也是拿 你應該不要把他點成4滴血 我想說的是假設對方也是拿4-4打你2-6 那這樣子 他是一個極血鬼 是3血 這樣子交換完之後其實就剩2血 裡面有幾個例如說暴風雪晚在點或什麼 對 不過我們剛剛就這邊當然是可惜一點 加 剛剛 但其實就算是剛剛早一回合丟出來 好像還是會 還是會被奶回來嘛 對 就是 就算你 前一回合進光火元素 光火元素加費輪 剛剛好破完冰箱之後會直接被 就是1費加隕石加再補一個冰箱 這樣等於是護甲來到10滴然後檯面也是安全的 你要再破冰箱還是有他的難度這樣 對 欸其實這樣好像會可以再破一次 再破一次然後被紅龍 否則就會逼出他最後的紅龍 嗯 不過這樣好像有點難說 但以目前的狀況來講到 Omega T4這樣應該就變成是 少了費輪基本上已經沒有爆發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Omega T4也沒有萊拉 我覺得 主要是萊拉真的是 小明說的好 就是萊拉是一個關鍵 打這種控制台座的話 萊拉可以產生很多額外的傷害 很多額外的傷害 這邊假設沒有萊拉的情況下 能夠 這邊直接沉沒讓冠能夠踢到臉應該也是好的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讓卡巴T2也4點傷害是蠻多的 好 那這個回合應該是 1加6加 還是Frozen上回合 那點一下是連沉沒都有算到 他算好說被沉沒 然後他下一回合是交隕石來解怪 而不是交暴風雪解 不過他就是彈性的 對方怎麼解 就是在做另外別種方式 就還是可以自由地生出水元素 嗯哼 好 這邊Omega D-Raw應該是已經要彈盡圓絕 因為牌骨只剩下一張牌 然後他並沒有萊拉這種可以額外產生 從 不是自己牌骨中產生法術的生物 對 他的傷害就是剩下手上這些牌 那先解掉這個 先解掉這個補血的元素 但其實有兩隻都會補血 一個是一二 一個是 四次 水元素也是會補血 但要不要乾脆打尖笑酸 這邊 就相對來講 點點血 他骰到6點可以把大恐龍打掉 對 那其實以他硬幣跳這個AE的情況下 Omega D-Raw應該也可以預料到說 對方應該手上就是有第二發AE了 因為其實額外的AE法術 五費AE就只有另外一張火龍之怒 火龍之怒 對 所以 但他這邊的話一定還是會嚇隊長 因為沒有一個好的防範方法 不如把傷害直接打上去 對 既然沒有辦法防就乾脆直接把隊長嚇出來 造成的傷害其實非常多 對 露倫現在只剩下兩滴血而已 對 也就是說對方下一回火龍之怒全解完之後 自己 而且他已經幸運的選召一眼還眼 他要想辦法造成 把隊長打到剩一滴血的話 基本上他也是接近獲勝這樣 對 好 這邊應該直接5加 做一個5加1 好5加1不好吃 5加1 然後給對方壓力來到最大的情況 露倫這邊 抽到冰箱 可以報命 但他這邊 既然Omega Zero剛剛還沒有秀出他有武器 因為有武器就直接獲勝了 是 對那 也許他在考慮可以打暴風雪 是 不過我剛剛在想的是這個 顯示他頭上 他剛剛不是開始蓋了丟甲 他一開始只是冰甲已經被打破了 對 所以那個顯示是有點問題 對 顯示有問題 我跟你講說 冰甲不是剛剛前面幾個 他蓋了冰甲 冰甲已經 冰甲我確定是 冰甲在前面就被打破 所以我只是先確認一下我應該是沒有記錯 他是在這邊對 終於修正 我想說 因為他看起來是手動打上去 然後看起來是多打了一個秘密 Omega Zero的牌組有派起嗎 就是有 Omega Zero的牌組 我們立刻來看一下 他這一套是沒有混海盜的 所以沒有辦法控到一血 對 就是從集結作戰 但其實這個對戰來講的話 其實Frozen他是有帶一費一二可以補護甲的 所以他是有辦法可以對付 壓到一滴血之後一眼萬一的 而且還包含了像是DK 對 其實他都是有些額外回血的手段 所以這邊 他是要決定 可是這個不會有衝繃嗎 對 他的牌組配置是比較中速 他連神速都沒有帶 所以他是不是選擇 就破冰箱加天生技能 甚至我覺得 對 你這個集結作戰都破冰箱 因為其實 你還是要面對對方有非常多波的AE 那你交出去之後 你會沒有辦法解決掉未來的狀況 因為下個合合你有巴費法律 你其實可以做集結作戰加大恐龍 是 就是讓集結作戰拉出來的魚人吃到大恐龍之後 至少是聖盾或死神都會好很多 那這邊甚至是不是考慮老鼠加兵 不好意思 他只有7 他只有7可以直接打 這是他唯一可以存活的方法 那下回合看能不能解連環洞 汪鬼祝福 一次把這些水元素解掉 或是尖笑之類的話 其實沒有辦法讓對方停止回血 然後佛神的血量又在一個很舒服的數值 現在是 現在這回合打了之後可以來到40血 是 然後我們除非 OMGZ羅他這邊當然也是有光輝元素 然後有縮小 也就是說 他假設光輝元素加廢輪 然後加震爆的話 就是24、28、32 可是其實 那要先把護甲打掉 尤其他剛剛為了找牌把成績給交掉了 等於活生生少的發電傷害 對 額外少班 而且再加上對方已經掛冰箱的情況下 就算你是把冰箱打開 對方很容易又再回到 例如說6或9 甚至更多血 你把兩個冰箱 這段很多時候會是 你把兩個冰箱打開之後 紅龍最後留著補自己 那你物資的傷害就用完了 恩 因為你好不容易解開冰箱 其實解完之後下一回 基本上你檯面會被清空 然後對方又會再細出不少血 或者甚至要嘛你說的是紅龍 或者是那個 那這邊他要想辦法拉廢輪 沒有拉到廢輪 沒有拉到廢輪 其實這邊看起來我們也是有在考慮要防這個老鼠 對 像也許他前面聖夜幕司 一直不出的考量點就是在 就是在防老鼠 這樣一講的話其實就合理了 就是我們一開始在想說 到底為什麼不出聖夜幕司 現在回過頭來看 喔 原來是這樣 其實還是有他的考量在 嗯 好 那這邊我們 這邊Frozen也沒有選擇再繼續做抽牌 他覺得他手牌應該已經足夠 就是每一回合光靠想辦法生最多的水元素 然後隕石可以去解決掉 基本上可以解決掉牧師所有的生物 所以他這邊要縮小巨先打一發 然後想辦法先把護甲消除掉 對 那Frozen這套其實是帶雙老鼠的 所以也許他還會再 再就是保持這個空檯面 讓Frozen並不那麼容易好製造所謂的 額外的水元素 好 好 這邊有點尷尬了 就是 就是這些牌切子都不太能出 你也不太想抽牌 嗯 你也不太對 不太想抽牌 那有四張AE基本上是也不太能空丟的 唯一能下的拼向是紅龍 可是紅龍就像剛才Muting有提到說 他有可能是要最後拿來做自補 你覺得這邊有考慮拿紅龍噴對方臉嗎 如果你的剛剛的場上還有水元素還在的話 我覺得可以考慮紅龍直接噴臉 但是 現在場上沒有怪 我覺得 單就紅龍噴臉來說給壓力太小了 所以就覺得紅龍還是留著當作防禦面的牌 對 因為畢竟 那你也不要抽牌 因為你一抽牌的話 你接近皮奧你的冰箱就會越沒用 是 對所以 我喜歡Frozen這樣的打法 就是密法智力留在手上當廢牌 然後我有額外很多補血的手段 例如說 1 2的元素 對 然後紅龍也可以當作最後期的大補血 這樣子 沒錯 你也真的 再講雙方帶的牌組也跟其他的選手玩家帶的比較不太一樣 就是Frozen這邊帶了一個比較罕見的控制法 對 然後Omeda D-Rod這邊算是也是比較少玩家選擇的愚人勝就是 剛好就在我們第一場的賽事當中遇到 第一場就直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個控制法的話我覺得 他現在來講就是所謂的抽牌能力會稍微比較弱一些些 對因為你為了 因為他是一個大法術的系統 所以你會捨棄掉密法之力 但是Frozen他還是有配到 對他就是等於說最低法術就是 因為他少了說像以往的比較多低費的抽牌 抽牌咒語或法術 他甚至連就是那叫做 雕紋都 對雕紋都沒有放 對因為你要確保他最右邊那張火龍之怒 對火龍之怒打到傷害是比較高 那火龍之怒最低的傷害等於說就是三倍的秘密跟密法之力就是 那這邊抽到一個4折的結合 其實這次比賽當中他的另外一位選手也有帶控制法 就是德國的Sintoro 那他昨天是以小組第一進擊 那Purple對到他的時候他還直接把他的控制法給BAN掉 直接BAN掉控制法 所以這個控制法還BAN掉就是少數的狀況就是 好這邊可以看到其實在雙方選手都知道對方牌組的情況下 我們應該知道對方其實是沒有低費的AE 因為並沒有火山藥水這種東西 他接下來最快會有的AE法術就是到五費的火龍之怒 火龍之怒 那這我們還沒辦法因為是最多4費的 而且他下額可以接出隊長或是大恐龍 對 下一回看起來他應該直接接出大恐龍 然後來讓他的大恐龍有機會 不管是最理想應該是聖盾嘛 聖盾可以防AOE 那瘋路或加攻都是打更多傷害 是 那這個應該毫無疑問是大恐龍 看一下聖盾或瘋路都還蠻不錯 有聖盾最好 哇 有聖盾的情況下 這邊露身也要解決會變得非常的困難 但他也沒辦法應該 除非他的禁牌是有更好選的 不然我認為他還是要先打一張火龍之怒 就是連續硬幣AE 硬幣AE這樣 對 硬幣AE 然後連續兩發AE 那但是希望 這一發其實重要的是有大恐龍 對 看他會把大恐龍燒掉 燒掉的話會 好 就再少扣一點點死 那他 骰到6點可以把大恐龍打掉 對 那其實以他硬幣跳這個AE的情況下 我們應該也可以預料到說 對方應該手上就是有第二發AE了 因為其實 額外的AE法術 五費AE就只有另外一張火龍之怒 火龍之怒 對 所以 但他這邊的話一定還是會嚇隊長 因為沒有一個好的防範方法 不如把傷害直接打上去 對 既然沒有辦法防就乾脆直接把隊長下出來 造成的傷害其實非常多 對 弗仁現在只剩下兩滴血而已 對 也就是說對方下一回火龍之怒全解完之後 自己 而且他已經 會死 火龍之怒這邊也在思考 Omega之怒到底真的有那麼神嗎 而且其實他打火龍之怒 加加完又咆哮 可是他其實打火龍之怒 可是他其實打火龍之怒 就真的是這回先散火火龍之怒 下一回再散火火龍之怒加加加 就好像是 算安全很多了 不過真的就是有時候會想說 對方是不是還有可能繼續撲怪 然後我就想要先拒獸一下 但再有兩張的情況下 我覺得先打一張是高興之怒 但假如這邊真的反過來 是假如只有一張散火瘟疫的話 就變得真的很難 很難的一抉擇 因為你會很希望說你下一次的散火瘟疫 可以有 有比較多一點的怪獸 對 那這個回合 我們應該就覺得他會再多下一隻嗎 應該還是會 在這邊的話 這個應該會撞 那只是到底要不要下這隻1 或是 我覺得可以下 因為真的他要有兩張的機率 偏低 對 下火瘟疫可以直接下龍龍 是 那這邊應該是撞什麼 喔 還抽到那個 這邊應該也是6加1吧 6加1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說6應該是散火瘟疫 散火瘟疫 散火瘟疫加1.1 那只要自殺在哪一隻怪上 只要自殺在哪個是他需要思考一點 基本上應該不會打二血 因為其實你自己就會有一堆那個 對你自己會有二血怪 他最近打在傷害最高 傷害最高 就是來讓自己 加完之後 26對方也會只剩一滴血 這樣子 好那這回變成要咆哮 變成我們應該只有要交咆哮 對 其實咆哮完好像 只能剛好解光 欸 連解光都解不 欸 剛好解光 可以 剛好解光 然後下一個一二 可能應該是下一個一二劇毒 解光加下劇毒 四隻怪應該已經不得不用咆哮了 其實再不用咆哮很有可能 被對方不管是憤怒揮擊 或是法術時都很容易 他的生物量會更少 咆哮效益來得更低 其實也可以考慮一五嘲諷 因為他一個烏鴉 五三的烏鴉會變一血 嗯 好笑是勢必要絞的 然後 不一定要去毒 其實嘲諷也是可以考 這邊 有點 要看 我們應該最後最後的時間 要思考一下 他就是在思考這個 到底是要嘲諷還是要劇毒 好笑 嘲諷寶五一確實是也蠻不錯的 喔 這邊 好像就直接 603了嗎 對 603了 然後下偶可以直接中級瘟疫 對 那這個中級瘟疫打下來應該 這邊還要想的話 要解掉哪一隻怪 因為其實 以防有回手的話 就是假如被尖笑的話 狀況會不太一樣 這邊Omega0 手牌是不是甚至還沒辦法很好的解掉陸葵 就只能交沉默 可是我在想說 他這個回合直接打抽牌於 當然他希望他的5%要早一點禁收 可是他是不是更 某個層面來說 他這樣佛陣現在的手牌都一樣到8張嗎 也沒辦法直接打中級瘟疫 對 也是不能直接打中級瘟疫 可是他還有另外一種 而且對方已經洗過翠玉種子進去 就是說他原來還有另外一種期望說 剛好把對方的翠玉種子爆掉 但現在既然沒有這個機會的話 他就也不做這樣的考量 尤其他真的是沒有其他更好的打法 嗯 甚至這邊連這個陸葵都直接不解 畢竟這個對戰陸葵影響應該是比較還好 不過有中級瘟疫好像也可以繼續中 變成反過來說 好像他還是可以給一些壓力 變成弗洛倫這邊他可以中菜 然後 他可以打631或者是天生技咬433 我感覺天生技好像好一點 3應該是不擠 除非他真的很想要騰那個手牌空間 嗯 我覺得天生玩偶疫也不擠 我覺得這個對戰其實每一會天生技應該是比較好一些 尤其你現在作用54血 對 確實是不擠 就一定是慢慢打 蔡德一定不需要擔心 對 我們應該只有你的對手連到八回合結束 五跟八一個都還沒看到 是 那甚至他不知道洗菜都還 也沒有到一定點 不一定要真的要去洗 不一定要真的去污染自己的排庫 對 不過我覺得洗菜還是不錯啊 就像 他才昨天被那個什麼 就是被那種大怪打死 其實我覺得有自己能夠檯面上 雖然有 自己檯面上一大堆大怪 唯一擔心你就是被尖笑完之後 你會沒有抽牌把術之類 沒錯 但其實現在相對來說 Flozen手上已經有兩張抽牌 有終極窩音加一張尋找出路 是有彈性的狀況下 我覺得不用太擔心 所以 剛才那個菜 我覺得洗的也無所謂 當然要說怕 怕龍火藥水 我是覺得 其實因為在陸虧 能夠多洗菜進去 也沒什麼不好這樣子 就是額外產生的價值 對 我們看到Omega 他剛剛應該是在考慮要打縮小加亥 目前菜已經快要長到縮小加亥解不掉的程度 暗影是鋸吧 還是 對 暗影 暗影是鋸 對 所以縮小加 鋸完之後 差別是 短 因為其實縮小加鋸能夠解掉 就是 這個是他要直接中了嗎 看來是直接中 因為排過三是最後一張 好 繼續維持他按個天神器 天神器應該是一定要按的 那只是 剩下要做什麼就可以考慮一下 這邊 最後十張 還是5跟8都沒看到 繼續找 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 剩9張牌的情況下 沒有5沒有8 其實這應該是尖效 尖效沒問題 但其實 對牧師來講 狗活 沒辦法獲勝 因為對方是有無限排庫的 翠玉德 對 他牌組也沒有646去 把翠玉魔像給殺掉 甚至 這邊好奇 我覺得這邊勝負接近已定 然後我只好奇問一下說 你覺得 另外題外話就是問說 你覺得在646渾屍的打翠玉德 勝負大概是如何 我覺得也沒有到多好打 你覺得沒有到好打嗎 因為基本上翠玉德 他還是可以把你拖到皮療 對不對 他可以完全不靠種子 就是直接 就自己也打定 不太抽牌就對了 對 因為我覺得 你放646跟你 卡札木的組法是有相違背的 就是我們是一個 快速要抽牌 去把combo完成的牌組 對 而且你還有 現在還有尖效這個 就是反而會讓 不太可能拖到皮療 這樣 你打到皮療你可能還是會輸 所以我自己是不喜歡 在卡札木裡面放646 好 對 這點好像也確實是 也是一個考量點這樣子 好 就說實話 Omega只有這一盤 他能做他的事情 他能盡量做 就是 盡量快速的找到58 對 然後把爆發流在手上 但是 好像快要撐不太住了嗎 所以這邊又下了一個 壓力最大 最不怕尖效的 阿雅 嗯 所以他決定 阿雅玩也不用再多中一顆 剩6張牌 沒58 我們看他一直在搖頭 非常無奈 打到賽末點 就是 事關能不能晉級8強 或是再更往後 畢竟 對啊 影響還蠻大 但看來 運氣不在這邊啊 今天真的運氣不在 他兩盤 卡札木都是 都是58很晚來的這樣子 這邊直接空過了 這邊應該是甩手牌 把55丟下去疊甲之類的吧 還是 還是繼續中 還是636 其實中一下 好像也無所謂 因為在被尖效 好像也無所謂 對 那我覺得是不是 欸 他沒有要先出怪嗎 他就直接打buff 他覺得這兩個怪夠了 可是這兩個怪 下一回也是擊殺不了 沒有 他這邊可以咬臉 我是覺得疊甲是沒問題的 可是我只在想說 有沒有必要就是 那就是多下怪 我知道小明的意思 我也平常覺得 可以再多下一隻怪之類的 不過看來這個 他要直接過 五張 剩下 可是他如果有 這邊有點難 因為你保那隻 交友 交友是一攻怪 對 一攻怪 其實保的意義 好像不是那麼大 所以也許送到臉上好 可是送到臉上的話 Frozen有AOE補血 你再進咆哮也只能再打3 也還是不夠 那假如解掉你再進咆哮的話 解掉再進咆哮 對方是6滴血也是不夠 對也是不夠 所以都不夠 那就打臉應該比較好一點 搞不好他沒有AOE 對啊 對 這跑這個看抽到什麼 來決定說 是不是 可是這一回合不能使用 可是這一回合不能使用 那這樣是不是應該選擇 天生技制補 天生技會比苦痛好一點 因為可以防一張咆哮 對 雖然說是19分之1 但可以考慮防一下 可是他這時候也在思考另外一個點 是要是 他下一回鋪怪之後 可是他下一回鋪怪 他其實就直接 他會怕 還有兩張活體法力 會比較怕活體法力 現在手上是沒有AOE的 所以也許下苦痛去招牌 也是可以 因為咆哮剩一張 可是活體法力還有兩張 對這樣說起來其實 活體法力 防活體法力好像比較合理一點 那如果是這個奴蟲的話 他是可以 奴蟲或多多什麼他都OK 因為他可以直接DK 然後8滴血就變得非常安全 雖然接下來不能再補血 但其實也不需要 還是他 還是你覺得他甚至考慮 他這邊可以8甲 可以補10血 對 所以應該是夠用 應該是沒有考慮 留著 就是用死 然後下 木光飛龍加死 你覺得有考慮嗎 木光飛龍加死 好像也可以 但是 就等於說只是保留了 但是這樣的話 你沒有辦法 你死學家沒辦法觸發 因為你很會需要 這個死學家去找霍慕龍出來 嗯 像現在他就是現在 對對對 像現在需要死學家來找破木龍 或者是 其實原始飛龍也可以 然後他先看一張自己派過的 反正他有破木龍 有 喔 這樣他血量好像也稍微可以拉回來 那是不是還是應該先死學家先找 再決定 對 對 可是他假如沒找到他直接什麼 廢倫加補血 廢倫加補血 是 那他這樣就是 不打算 破木龍 這樣是死學家少了 少了一張原始飛龍去 可是他直接抽牌 他牌組也是有原始飛龍的 嗯 但是假如他這樣死學家沒有找到破木龍的話 他的血量好像有點補太回來對不對 他變成只能補5滴血 呃 不過其實 他現在是7補了 5滴血也是12 對方闖光是14 15 喔 加天氣是15 對 那假如廢倫補血的話 其實只有補8滴 也是不夠 所以那他應該是就破木龍丟下去 呃 就死學家可能要開始甘心他的傷害來源 但我們剛剛第一 他的卡閘木是 多了一張卡八 但其實這個卡八好像影響也不太大 不太擋 拿這邊選擇去 用北俊抽一張牌 而不是下卡達克斯 這邊你會覺得 是不是直接卡達克斯好一點 我自己會喜歡卡達克斯 那假如卡達克斯的話 你會選擇想要 下 拿5滴還是 1滴還是 10滴呢 以這個手牌的話 我覺得拿1滴會比較好 拿1滴 那你會 希望還是要找抽牌 而不是搭配廢倫 還是 呃 就是抽牌跟傷害 這兩個 抽牌跟傷害 可是我想說假設 那以這個手牌來看 我覺得他接下來有點難抽牌 所以你會覺得魚也要直接 因為假設 我思考的點是 魚可以直接丟 魚可以直接丟 就是你會留 所以說你最後 一廢可能就是留著大廢倫 對 最後一波 最後那波傷害這樣子 OK 這邊看起來 弗派這邊有一點點斷牌 不過其實也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就是 他反正兩張尋找出路 可以不見得要兜加護甲 就是一張護甲 一張臭牌這樣子 其實也夠用 對 尤其他現在已經變成DK了 對 已經變DK的情況下 其實每一回疊的三甲 其實算相當多了 好 這邊 OmegaDbio 其實手牌來得非常多 但其實每5每8的情況下 會有點尷尬 他現在是9張牌 假設他這邊去拿一個5費的 藤了兩張牌 拿5費8張 下回合進來9張 就有點尷尬 就是 他沒有辦法在準時TEMPO 把5費藥水丟出去就是了 對 所以看來他直接 他還是選了5費 他還是選了5費 他覺得他手牌真的不夠理想 嗯 最理想的應該是抽牌 其他就 好 結果沒有找到 第二個還不錯 有火2 有復活就還不錯 所以是A1加復活 這個狀況是不是甚至會考慮拿 呃他是不是甚至可以考慮把他自己的毒留著 因為其實他 Frozen看到對方一直解不到這隻A1的毒 對 其實可以留著 那他是要 他就只單純 他就不貪了 他就 對 就是 喔 可能因為他下了紫羅蘭的關係吧 下了紫羅蘭會怕瘋狂藥水一點 嗯 怕瘋狂藥水 假如他選擇下紫羅蘭的話 對 那這邊現在 OmGZ如果手牌 來到10張 也就是說他這回不能再做額外的抽牌 然後 然後而且他甚至還要想說 假如他想要爆對方的東西的話 就是他要在第9回的時候準備好 對方10回終極溫一完之後 他要打抽牌 在於的前面回合 就必須要先把手牌甩到稍微少一點點 他等還要騰住他的手牌空間 對 是 這點剛剛Zero這邊的快攻的 這邊相比起來的話 其實 我們Zero應該是有一些優勢的嘛 因為相對來說 他的 Frozen他的翠玉德帶法是比較 跟一般來講是比較弱 誒 我看一下 喔 不好意思 我說說的是 四倍的生物選擇 對 四倍的生物選擇來講的話 他是多帶了老師 這種老師的話有可能會被 當對手快要擠一下之後 被對方忽略這樣子 就是 雖然說我們平常會說 好像又有一個嘲諷效果 但是 實際有嘲諷效果還是甜蜜的效果 對 沒錯 好 那這邊可以 而且其實他們血量也確實差 其實我覺得雙方手牌都算是相當的不錯 對 或者這邊兩個跳費 而且可以接散播瘟疫 對 一邊是有跳費接散播瘟疫 一邊是持續加加 一飛怪之後一直buff 對 這邊甚至是不是可以考慮 直接連續buff兩次這邊 對 因為 喔 我應該還是buff兩次 buff兩次會好一點 因為下個回合你會預期 破證是有散播瘟疫的 對 所以這邊是全部都打了 而且這個buff到 554544 就算被散播瘟疫完之後 其實要突破也並不是難死 對 而且這次都是 他揮擊比較難 難你去直接解掉的血量 那這邊 就是撞掉 看起來應該撞加散播瘟疫 或者是他甚至有考慮 覺得他的巨獸會擋得住嗎 巨獸是直接死掉的 風險很大 因為咆哮你就死了 對 巨獸咆哮就死了 但散播瘟疫的話 他至少是咆哮不會死 不論這邊也在思考 Omega Geo到底 真的有那麼神嗎 而且其實他打瘟疫 加加完又咆哮 可是他其實打瘟疫 就真的是 這回先散播瘟疫 下一回再散播瘟疫加加加 就好像是 算安全很多了 不過真的就是有時候會想說 對方是不是 還有可能繼續撲怪 然後我就想要先巨獸一下 再有兩張的情況下 我覺得先打一張是高興之中的 但假如這邊真的反過來 是假如只有一張散播瘟疫的話 就變得真的很難考慮 因為你會很希望說 你下一次的散播瘟疫 可以有比較多一點的怪獸 對 那這個回合 我們應該就覺得他會再多下一隻嗎 應該還是會 在這邊的話 這個應該也會撞 那只是到底要不要下這隻 一 或是 我覺得可以下 因為 真的他要有兩張的機率 偏低 對 下火瘟疫可以直接下龍龍 是 那這邊應該是 撞什麼 喔 還抽到那個 這邊應該也是6加1吧 6加1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說6應該是散播瘟疫 散播瘟疫加1.1 那只要自殺在哪一隻怪上 只要自殺在哪個 是他需要思考一點 基本上應該不會打二血 因為其實你自己就會有一堆那個 對 你自己會有二血怪 所以他最近打在 是怕打石跟火山 打石跟火山 但其實壓力還蠻大的 三隻都有一點點弱 而且只要開始被吸血 大概就很難再打火 這個冰箱還沒有破 所以他剛製造那個水元素還是必要的 就是 製造水元素應該是必要的 就是怕 因為他最怕的就是打打巴跟那個火山 嗯 這有考慮 喔他就直接 4加2嘛 這個水元素就要天生技 可是這樣就留一隻螃蟹 但好像還好 還可以 因為他自己也還沒有到皮 對 好 我沒看到只有看到他這樣應該 我沒看到只有這邊還是有一點點機會是 喔不太行 因為水元素越吸越多 我剛正在想 是不是 不過其實 那時候不叫尖效 對方也是血量跟護甲都會越疊越多 主要是只要有一隻水元素在場上 就變成你勢必要去教一些法術來做結場 他可能要希望說有沒有辦法 讓對方 血量有點低 然後他又可以把他打到剛好一滴血 但其實他有一點點困 剛好讓他皮老式 但是現在做不 沒有廢輪的情況下真的很難做到這件事情 對 而且水元素只要有第一隻之後 你後面就開始會越來越難解 第一隻你可能還算會可以衝容 例如說就痛 一開始他痛就痛就解斷 對 可是越後面的開始牧師的解牌 就會顯得越來越不夠 雖然Omega這邊血量還算多 可是他已經完全沒有額外的子彈 加上兩張死 基本上都已經是死牌了 他中間縮小距也用掉了 對 所以沒辦法 他決定要直接交掉來讓 他應該投降了吧 好像還沒有 還沒有 他應該是想辦法 把讓對方的水元素拉到數量最低 這裡有什麼東西可以在生水元素嗎 好像沒辦法 但就弗正來說 他如果有好好記牌的話 一張是零四角的牌 然後一張是死 對 一張是零四角的牌 一張是死 他如果好好記牌的話 他應該 知道一張是死 那可是其實這樣說起來 Frozen他一回合補三 我們應該是一回合只打二而已 直接就還打不穿了 就什麼事都不做就打不穿了 真的是跟不上 對 就算他多出瑞之怪 讓對方死 其實也不過是從打三變打四 就是 但 多那一發而已 那也就是說 還要 我們剛剛又要等到 Frozen也接近疲勞才能夠那個 因為Frozen也是在湊兩張之後 就開始會疲勞扣血 但是Frozen這邊的話 他還有 他有這個 對 所以那個顯示是有點問題 對 顯示有問題 我跟你講說 冰甲不是剛前面幾 欸 他蓋了冰甲 冰甲我確定是 對 冰甲在前面就被打破 所以我先確認一下 我應該是沒有記錯 他是這邊 喔 好終於修正 我想說 因為 他看起來是手動打上去 然後就看起來是多打了一個秘密 Omega Zero的牌組有派起嗎 就是有 Omega Zero的牌組 我們立刻來看一下 他這一套是沒有混海盜的 所以沒有辦法控到一血 就是從集結作戰 控到一血 但其實這個對戰來講的話 其實Frozen他是有帶 一費一二可以補護甲的 所以他是有辦法可以對付 壓到一滴血之後 一眼光影的 而且還包含了像是DK 真娜 對 其實他都是有些額外回血的手段 就是 所以這邊 他是要決定 可是這個不會有衝鋒嗎 對 他的牌組配置是比較中速 他連神速都沒有帶 所以他是不是選擇 就破冰箱加天生技也很強 甚至我覺得 對 你這個集結作戰都破冰箱 因為其實 你還是要面對對方有非常多波的AE 那你 交出去之後 你會沒有辦法解決掉未來的狀況 對 因為下火盒你有拔費法律 你其實可以做集結作戰加大恐龍 是 就是讓集結作戰拉出來的魚人吃到大恐龍之後 至少是聖盾或死神都會好很多 所以他這邊是不是考慮老鼠加兵 不好意思 他只有7顆 他只有7顆 可以直接打爆冰箱 這是他唯一可以沈默的破冰箱 那下火盒看能不能接電風洞 我忘記住 那所以是 那應該就是 羽人看能不能拿到 聖盾 就像先遷一樣 對 聖盾有死神之短 死神也不錯 沒有聖盾就拿死神 死神 那破冰需要第二張冰箱 因為其實AE完之後 第二張冰箱 暴風雪也不行 對 有第二張冰箱 那又還可以再撐一下 對 有抽到就還有機會 嗯 可是他要想的是 所以他這回一定要蓋冰箱 所以他應該是 烏鴉冰箱 然後學徒嗎 學徒要把 所以試著打掉 試著把他打開嗎 還是乾脆冰箱試著 然後 冰箱試著然後點點一下 冰箱試著點點的話就是 下一回合烈焰風暴完全清 然後希望他沒有武器這樣子 對 這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可以讓他有機會還贏得比賽的方法 而且 其實下一回合可以老鼠在烈焰風暴 拖到皮療對不對 他可以完全不靠種子 就是 直接 就自己也打定 不太抽牌就對了 對 因為我覺得 你放646跟你卡札木的組法是有相違背的 就是我們是一個 快速要抽牌 去把combo完成的牌組 對 而且你還有 現在還有 尖銷 就是反而會讓 不太可能拖到皮療這樣 你打到皮療你可能還是會輸 所以我自己是不喜歡在 卡札木裡面放646 好 對這點好像也確實是 也是一個考量點這樣子 就說實話 Omega只有這盤 他能做他的事情 他能盡量做 就是 盡量快速的找到58 對 然後 把爆發流在手上 但是 好像快要撐不太住了嗎 就是這邊又下一個 壓力最大 最不怕尖銷的阿雅 嗯 所以他決定 阿雅玩也不用再多中一顆 剩6張牌 沒58 我們看他一直在搖頭 非常無奈 打到賽末點 就是 事關能不能晉級8強 或是再更往後 畢竟 對啊 影響還蠻大 但 看來 運氣不在這邊啊 今天真的運氣不在這邊 他兩盤卡札木都是 都是 都是58很晚來的這樣子 這邊直接空過了 這邊應該是甩手牌把55丟下去疊甲之類的吧 還是 還是繼續中了 還是636 其實中一下好像也無所謂 因為再被尖銷好像也無所謂 對 那我覺得是不是 他沒有要先出怪嗎 他就直接打buff 他覺得這兩個怪夠了 可是這兩個怪下一回也是擊殺不了 沒有他這邊可以咬臉 對 我是覺得疊甲是沒問題的啊 可是我只在想說有沒有必要就是 那就是多下怪 我不知道小明的意思 我也平常覺得可以再多下一隻怪之類的 不過看來這個 他要直接 國 五張 還是沒有看到 五跟八 他可以 譬如說 邪法沉默編刺 陳墨我覺得好像也不太能 可是陳墨不交也是等於死 但是交了也就傷害很明顯不夠 其實就是他現在整部牌怎麼 就是整個抽起來傷害都打不穿 因為 真的是太慢來 對 真的太慢來 而且其實他手上爆發 假設我們就算已經五八完成了 他手上爆發是 全部打完是只能夠打 光輝加三張法術嘛 也就是五張牌 二加上 大概打掉一半的血 對 一半的血而已 然後廢人被擠壓之後就等於投降 喔喔喔 好 終於來了 但這是不是直接 快死了 這邊 Frozen如果打 他現在是14 尋找出入 加攻是4攻 然後加灰擊加天然擊 應該是直接帶走 這個死學家去找破木龍出來 嗯 像現在他就是現在 像現在需要死學家來找破木龍 或者是 其實原始飛龍也可以 對 然後他先看一張自己派破木龍 反正他有破木龍 有 喔 這樣他血量好像也稍微可以拉回來 那是不是還是應該先死學家先找 再決定 對 可是他假如沒找到他直接什麼 废倫加補血嗎 废倫加補血是 喔 那他這樣就是 不打算 破木龍 呃 不過其實 他現在是7補了 5D血也是12 對方闖光是14 15 加上天氣是15 對 那假設費倫補血的話 其實只有補8滴 也是不夠 所以他應該是就破木龍丟下去 呃 就死學家丟下去 費倫加補血他是17 還沒死 喔對 被人家 對 他 欸 我打他就覺得你這樣等 好 所以他不去 不去買那個 嗯 持續下機會 那 我們下機會只要有任何的buff牌就獲勝了 剛剛好嗎 欸 圓圓剛剛說15啊 但是他這樣 但是 但是這個buff 差 對 對 這個buff剛好是會讓他差1的buff 對 不好意思 他沒有那個天氣 可以使用 那你覺得是要把他打到剩一滴血 還是 我覺得 等一下 他現在 天氣是13嘛 這樣打的就是14嘛 對不對 這樣打到剩一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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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比較好一點 絕對是合理的 對對對 因為這樣就是對方 因為已經變身過 他沒有補血的話 只要 只要還能用天氣打一滴也會贏 你這邊再去解費倫茲 還是給弗倫太多時間 絕對不可能解費倫茲確定的 那只是說 有沒有可能說 因為其實我們也沒有額外的衝繃怪 那當然就是 直接把硬擊打下去會比較好 因為不然未來的回合很有可能再也沒有那個 喔 不過他補血來了 可是補血來了歸補血來了 還是沒有提及到場上這一大堆東西 就是 但是還是有破木龍的機會 還是有原始飛龍的機會 再看 原始飛龍的機會 拉札來了也點得死嗎 應該點不死 對 當然不太可能 正常的 呃 欸 拉札來會不會點死啊 呃 好像接近 好像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 正常的 因為場面上是7攻嘛對不對 對啊 正常是20嘛 那就是20加7是27 然後再加還有三張牌 應該是夠吧 對 因為他可以打環 然後還可以打 還可以打死 還可以打 對對對 所以說 27 然後再加兩張牌 應該是在 應該是